詞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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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分數兩個世界的呼吸 對彼此很好奇 無解交鋒蓋不掉嘴音 明明就心動的不行 我和你 一切陷入了愛情 我好驚喜 悲傷淘汰的心溫下去 總會再質疑 彼此眼裡交換勇氣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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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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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不可思議當觸碰你 來吧再靠近一點距離 讓我能觸碰你 我相信 兩顆終於能敞開的心 所有悲傷都能免疫 我和你 一切陷入了愛情 我清晰 悲傷淘汰的心溫下去 我會再質疑 彼此眼裡交換勇氣 你 進來吧 重新回來公司上班 什麼感覺 非常好 非常開心 開心就好 謝謝你 同意重新成立新的人工部 那是當然了 公司裡面 有那麼多用心打掃的員工 之前人工不解散 龙夫山泉素打气泡水 给你的夏天打打气 有限干 别喝了吧 别喝了吧 少喝点 少喝点吧 卓妍 少喝点 不是答应我了 今晚少喝点酒吗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谁呀这是 回来 我说你这人真是 竹妍 这是谁呀 大家好 我是竹妍男朋友 男朋友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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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妍 你有这么帅的男朋友 还不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 就是 难怪我们阿硕追了你这么多年 你都不理人家 原来是吊上帅气的小哥哥了 这么帅气的小哥哥 是怎么骗到手的呀 是我追竹妍的 我第一次见到他 就喜欢上他了 决心 一定要把他追到手 好漏漏啊 这样 又帅 又帅又贴心 我真的羡慕死了 林姐 你什么时候给我介绍男朋友啊 我可还担着呢 还牵着手呢 说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我真的是来帮朱妍杰借围的 她一直把我当弟弟看 我俩怎么可能嘛 是啊 是啊 可是我觉得 你们刚刚在餐桌上 还挺真的 哪有啊 没有吧 就别多想了 我的理想型 可是承受稳重的那种 我不喜欢年纪小的 所以啊 真的就是单纯的姐弟关系 你们今天说话 怎么奇奇怪怪的 姐 我有事先走了 再见 那你小心啊 拜拜 拜拜 这臭小子 平时在家里拉里拉搭的 没想到今天 还挺绅士的 我都说了 你就别瞎想了 倒是你 现在满脸都写着甜甜的恋爱呢 不是 你看出来了 那当然了 你还能瞒得住我啊 来 要不要我顺路载你回去啊 不用了啊 我可不想到你能跑 什么你能跑啊 一起走吧 你就放心跟她走吧 那你到家给我发微信啊 拜拜 上车 傻丫头 拜拜 好 江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看完会 紧赶慢赶的 还是来晚了 把消息散出去 动静越大越好 跟光倩倩在一起的 这个男的 不是顾仁吉他们公司的吗 重点就是这个男的 他有前科 治疗还挺劲爆的 但要是真的爆出去的话 王倩倩他估计工作也难保了 你究竟是担心你自己 还是担心他呀 不 你呢 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有什么事 我替你斗着 你说你为了这份工作 这么拼命 这么辛苦 汪倩倩她有正眼看过你一下吗 谁在乎你呀 只有她下去了 你才有机会 明白吗 江总 我知道 等我的好消息 嗯 你听说了吗 那个 什么东咸跟汪倩倩在一起啊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我也是看的 我天哪 这就可以了 真意思了 没想到啊 是啊 看不出来 你看 不过 你觉得有可能吗 不知道啊 这现在是你的 什么没有可能啊 这没想到啊 那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觉得挺配的呀 没想到他们挺配的 你可谁不是有前客吧 也是啊 不应该看上他吧 那谁知道呢 这 太整月了 是啊 怎么了 要去哪儿 找姜文驰 找到他然后呢 揍他一顿呢 这件事一定是姜文驰搞的 我无所谓 但天天可是公众人物 这件事对他来讲 印象非常大 你无凭无拘找到他 然后呢 你能怎么样 他会承认吗 他会承认吗 放心 交给我 我会处理好的 好吗 冷静一点 先回去工作吧 没事 帮我查一下 这个消息员来自哪里 你叫我说你什么好 你知不知道这新闻一出 对公司的影响有多大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的私事 对公司有影响 私事 你是个艺人 一言一言一行 代表的不止你个人 你马上给我出一份声明 澄清和那个男人的关系 看什么呀 不愿意啊 你不会是真动感情了吧 你应该很明白 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你现在是在上升旗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 盯着你的位置 想取而代之 就为了这么一个男人 我知道 你们年轻人一谈恋爱 就什么都不管不够 可任由舆论发酵下去 我就只能暂停你所有的节目 公司的规章制度 你男人都可以放松 等待您看 你怎么把你混呢 我记得你 你快没消息 小路 是 你怎么给他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人工部事情处理得很好 像运动员的案子也处理得不错 我原本总是觉得智能清洁 才是克林智商的王牌还有蔚蓝 是我太武断了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人工清洁这个名字听起来啊 确实有点落伍了 有时我也在想 死守住这个部门 是不是无用地坚持 秦叔 你别这么说 多亏你的坚持 人工的人情味 智能的精准度 两者缺一不可 不仅不相矛盾 更互相辅助了 听到你这么说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现在人工部的单子增加了很多 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 所以呢 想找你商量一下 设立副组长 帮部门分担一下 这件事情 您决定就好了 但这个人选 得先征得您的同意啊 我想让双交当这个副组长 这件事情 你考虑清楚了吗 双交是很年轻 但是他干活很有干劲啊 而且对公司的理念呢 吃得也很准 三太家庭这个案子呢 也确实给公司立了功的 重要的是啊 他的很多想法很有创新 举贤不避亲嘛 关键是我觉得 双交塔很有潜力的 秦叔 我相信你的决定 这件事情 就按你的想法来吧 但是我一样会对你们高标准 言要求的 顾总 您 放心吧 走了 下班一起吃饭 下班一起吃饭 我下班还有点事 那我在家等你 很久没来看你了 很久没来看你了 您知道吗 双交最近谈恋爱了 他爱上的人 是我的一个客户 本来我应该很高兴的 但是我做不到 其实我回来 就是来报恩的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 是不是应该继续留下来保护他 报恩 你怎么会认识我妈妈 你还记得 小财包吗 怕了我 你们干什么呢 快走快走 快来了 不许打架知道吗 来 起来 不 没事吧 没事 哥哥 你疼不疼啊 那你吃冰淇淋 摔了冰淇淋就不痛了 而且心情还会变好 这是我最爱吃的 让给你了 吃吧 你就是那个小财包啊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后来有段时间 突然消失了 我还生了你好久的气呢 那时候我爸忽然要出国了 一切都很仓促 我最后悔的 就是没能和你和阿姨 说声再见 难怪 不过 如果我妈妈知道了 她应该也会理解吧 我回来之后 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你们 却得知 阿姨已经出事了 我放心不下你 就搬来隔壁住了 所以你突然出现在我们生活里 并不是个意外 我还以为是什么神奇的缘分呢 再次见到我 开心吗 你爸虽然很吵 但是人还不错 我妈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么优秀 她肯定也很开心 我这么优秀 你怎么不喜欢我 你别开玩笑了 算了 只要我心变得快 失恋 她就追不上我 谢谢你啊 路线 其实我到现在 也还没弄清楚谈恋爱是怎么回事 我只是觉得 每次孤人棋 特别痛苦 难受 绝望的时候 我都非常非常地心疼她 我希望在她身边 一直陪着她 照顾她 给她幸福 你呀 别逞强 扛不住的时候 有小财包的 那你能写得怎么样啊 我这头疼不太好 那你晚上能写 真的呀 对呀 不是毛多的 是你个手 你好 我们聊一下吧 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 姜文池给你什么好处了 姜文池是谁啊 我不认识 如果没别的事 我要回去工作 值得吗 如果你的主管知道 你在外门乱放消息的话 你觉得你还保得住你的工作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觉得你对姜文池来说 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便因为她跑腿的人很多 但为什么偏偏是你 她看中的就是你的工作资源 但是如果你被开除了 我想你对她而言 就一点利用价值也没有了 我们聊聊吧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 我 你太一叫我来 就是为了送我这个 知道你会喜欢 所以就买了 我太喜欢了 你刚去哪儿了呀 怎么这么久才过来 我去墓地看我妈妈了 然后我碰到陆显 就随便跟她聊了两句 陆显 她怎么会在哪儿呢 原来我很早以前就认识她了 她小时候被人欺负 是我妈帮了她 这样呢 一定是我妈在保佑我 一定是我妈在保佑我 才会让我遇到这么多 好的事和好的人 比如谁啊 比如你啊 我觉得 遇到你就是我妈给我安排好的幸运 她一定会让更多的幸福 降临在你和我身上 我妈妈 喂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东贤 开门 李东贤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不要去在意网上那些人说的话 他们又不认识你 不了解你 他们怎么想的 根本就不重要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觉得你李东贤好 这不就行了吗 你听到没有啊 你开门 你开门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看我这就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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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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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小心 这个是本市最著名的牛油火锅 你先试试 火锅这个东西吃一次就上瘾 你去哪儿 我去拿小料啊 要不要我帮你调一个 不要 我也可以 芝麻一勺 芹菜一勺 芝麻 再加一点 辣椒圈 你吃不了辣 就不要放这么多辣椒 小意思 好 开动 下点肉 我给你下个毛肚吧 说正经的 职业规划真的很重要 而且当组长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组长 除了自己能力要好 管理能力也要好 你现在 等我一下 好嘞 会不会太辣了 你都流了好多汗 不是啊 我是太热了 我刚说到哪儿了 能力啊 是 是 你现在还年轻 千万不要对自己 都要求松懈了 喝一口 吃饭的时候就不要聊工作了嘛 这么多好吃的还堵不上醉啊 是空调没开了 我好久都爬到眼睛里来了 我去给你拿个牛奶吧 不用 不用 别逞强了 辣的时候喝牛奶最关用 我知道一个方法 比喝牛奶还关用 什么方法 挺管用的 那你还能吃吗 可以啊 吃几口 请几下 好啊 来吧 今天的会议啊 咱们有几件事情 需要宣布一下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 咱们新人工部啊 增加了几位新的同事 咱们掌声欢迎他们 我希望老的同事啊 能够尽快地帮助新的同事 融入公司 熟悉公司 由于咱们新人工部的扩大呢 我和顾总商量了一下 决定啊 提拔一名副组长 副组长 副组长啊 是赵姐 怎么办是你啊 赵姐 是 这些 是双交 对 别看了 就是你 我 怎么是他啊 是双交的工作表现 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了吧 工作认真负责 项目完成出色 重要的是 现在人工部的理念 也是由释双交提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啊 由他担任副组长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这么年轻 副组长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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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年轻 不会是关系户吧 可恶吗 着急的 别生气 别生气 你刚真吓死我了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是谁昨天心心满满地说 要当组长 然后吞并我的公司的 这么点小事就下成这样 我 这样怎么包养我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还当真了 不过 为什么要提拔我 是金书的意思 金书 所以你以后可要好好干 别辜负了金书对你的期望 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就只是不让金书失望啊 那我呢 好 没问题 以后你的饭 我都包了 好 等一下呢 我会安排他在我旁边坐下 然后你俩就一起出现 然后你呢 把花给他 好的 你就负责拉小提琴 明白了吗 好的 好的 好 喂 俊杰 我今天可能来不了了 双交约了我吃饭 不是 你怎么重有青涩呢 明明是我俩嫌约好的呀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 那 你能跟他赶时间吗 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我不管 你要是不来的话 我就在这儿坐到明天早上 喂 上交 你再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到了 不是不是 我是这样的 什么 你要下班啊 那倒没有 我 好 那我们一会儿去 来 俊杰 怎么就两个位置啊 坐这儿 好 好 这是干吗 这是干什么 啊 你们知道我升职啊 对啊 这是我们专门给你安排的惊喜 惊喜 什么 姐姐升职这么重要的事 当然得好好庆祝庆祝了 你这么破费干什么 都是一家人 臭小子 长大了 直到给姐姐准备惊喜了 看俊杰这又是小提琴 又是送花的 真是长大了 那个我接个电话 行了行了行了 可以了可以了 谢谢啊 谢谢谢谢啊 他们今天宣布我当组长的时候 姐姐来了怎么办 整个人都蒙了 姐姐 放这儿吧 把这个摆这儿 肚子好饿 先吃哪个 算了算了 见招拆招吧 今天花了她不少钱吧 师兄姐哪儿来的钱 回去我可要告诉我爸 我得给她炫了 快吃吧 快吃吧 这个面还真是不错 看着好有食欲啊 我不管你们了我先吃了 我不管你们了我先吃了 这个不错啊 这个虾不错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请姐 嗯 过来坐 不用这么麻烦了吧 在哪儿吃不都一样嘛 姐姐有话跟你说 姐 你几岁了 怎么还玩这套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是 施云杰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 我 我吗 朱颜 你呢 没有吧 这个花应该不是送给我的吧 怎么会呢 看起来啊 双娇 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 我们真的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 你之前对我最好了 好啊 好 好不容易收到俊杰的花 居然还不是送给我的 好了 无鬼言主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施云杰 你要是敢对朱颜布好 我 小心我 可以了 可以了 姐 我才是你亲弟弟好吗 可以了 你 我就是一个人 特别逗 他说网红 都上了好几次热锁了 他都有意课 都有意课了他 赵姐 赵姐 我有点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行 那你们聊 好 我们人工部之前不是有个订单 交给您去做了吗 但是我看没有什么进度 所以想问问您情况 你说那个订单啊 那会儿啊 我腿脚不方便 就把这事交给小李了 他没做吗 不是 我们组里是不允许私下转接的 这样登幕人员信息不一致 但是系统里面也会出现差错 客户也会觉得我们不专业 我们以前呀 老人工部都是这么干的 谁还没点急事呢 再说了 我们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记不住那么多条条框框的 那行吧 我去问一下小李 副组长 这是你自己安排的任务 干嘛来问我呢 是 我就是想过来了解了解情况 这个月的事实 我是来人工部做技术支持的 不是给别人擦屁股的 公司不允许私下移交订单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工作 为什么要接 副组长你自己连员工都管不好 还跑我这儿来问测来了 还没下班 怎么看起来没净大惨的 还没下班 怎么看起来没净大惨的 我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 我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 要不你先回去吧 你怎么在做这些事情 你怎么在做这些事情 你现在是副组长了 你现在是副组长了 应该把这些事情安排下去 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 是 我知道 但我这不是不懂得怎么管理吗 有人为难你了 没有 你不要去走过他们了 才刚当领导就知道维护下属啊 所有人呢 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你身边很多的好榜样 你可以跟他们学习啊 比如呢 比如 像 胡佑啊 吴雨啊 金书啊 冬贤啊 还有 我 那请这位好榜样教教我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幸福我呢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男朋友我呢 可不想加班 请我吃东西 我去告诉你 好 吃什么 先走吧 你就请我吃这个啊 这怎么了 这怎么了 这很好吃的 你试一下嘛 其实还挺好吃的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其实还挺简单的 就是恩威病师嘛 年纪比你大的员工呢 看你年纪小 好拿捏 希望你什么事都听他的 但他要的呢 其实就是尊重感 不然这样吧 你明天找件事情 诚心地去请教赵姐 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 你看事情是不是比较好推进 好 就是那句话的事 那句话的事 赵姐 那句话的事 赵姐 您先忙 我先走了 千万别这么说 我年纪轻 经验少 很多事情都拿不准 咱们人工部能够撑到现在 不都靠你们这些老员工 不离不弃吗 何况现在部里 进来这么多新人 肯定都还需要您这种 有资历的前辈来指点指点 行吧 那你说说 啥问题 是这样的 我们前几天接到一个单子 不是 这本来女主人 已经定好清洁方案了 可是她的婆婆吧 非有自己的主意 我们夹在中间两单 这得罪媳妇也不是 得罪婆婆也不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问题呀 你问我就对了 你们年轻人 哪知道怎么处理 不惜问题啊 你想想 这婆婆呀 为什么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方面呢 她觉得自己是对的 另一方面 如果采用了儿媳妇的方案 那她多没面子呀 人家在家也是要有微信的嘛 这时候啊 你呀 就把她哄高兴了 尊重她 然后再跟她讲道理 这样的话 她就不会油言不尽了 还是您经验老道啊 那个昨天呀 不好意思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看我这个人心之口快的 脾气上来就犯倦 我可真不是故意跟你对着干啊 没事 你的主意真管用 赵洁已经答应处理订单了 知道管用 还不表示一下 嗯 请不吝点赞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新面对的勇敢和无解终归于好 成长就是找回宁静的地方 来开启新的美好 时光微妙的抵达 改变彼此的牵挂 不再执着于害怕 拥抱的心灵视察 幸福莫名的击撒 开启新的钥匙吧 回忆拥有的回答 相信相信的出发 幻想现实加速选择快穿心跳 为了什么猫鹿 夜空下的渺小 命运不朽 蝙蝠生活急促 我的梦该如何做到 你吗 回恶总是想把习惯在自教 重新面对的勇敢 也不解终归于好 成长就是找回宁静的地方 来开启新的美好 最弱 时光微妙的抵达 来遍彼此的牵挂 不再执着于害怕 拥抱的心灵视察 幸福莫名的倾撒 开启新的钥匙吧 回忆拥有的回答 清醒相信的出发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